这集很认真地说一下 柠檬的冷知识和它的妙用 最近大家可能都在发炎发烧 失去味觉嗅觉 没有胃口或者感染之后 食欲打开 又特别爱吃碳水 有的人还特焦虑 那这一集咱们就用柠檬去展现 它在刚刚说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妙用 很多字典可能你都没听说过 先说第一点 就是你现在在发热 那最近热门的电解式水 你就可以用柠檬加海盐喝了 可以平衡你的体验 让你没那么容易脱水 为什么是海盐呢 因为海盐有更多的矿物质电解质 用柠檬做电解水是为什么呢 因为柠檬啊 它里面这种酸是一种弱酸 它就是一种很好的电解溶液 而且柠檬呢 能够生津止渴 柠檬里面也含有丰富的柠檬多酚 它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物 还能够帮助补充到维C 然后说题外的话 其实柠檬里面对美白最好成分不是维C 而是它的皮啊 然后如果说你不幸感染的这种 如果你不幸感染的这种清冠啊 然后食欲又很好 又特别爱吃甜食 那你每天呢 就可以喝些柠檬水 如果觉得酸可以加点生蜂蜜 你可以先把这个柠檬啊 放这个夹子里面呢 挤出来 然后再把皮呢 丢到水里面 因为柠檬酸作为有机酸 可以稳定食欲 也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 第三呢 就是说你的味觉呢 如果不幸出了问题 你就可以试试看 把柠檬带皮啊 稍微用开水啊 去烫一烫啊 烫出苦味了 然后喝回 喝了它啊 烫出点苦味喝它 网上就有很多人分享啊 这个烧橙子啊 煮柠檬啊 来挽救味觉 嗅嗅觉啊 有的人实际肯咖啡豆 或者喝农咖啡 他们说有点点用啊 我猜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从中医上讲啊 蛇开窍于心 苦入心阳 那喝咖啡呢 我不太推荐 因为咖啡是泪料剂 会加剧脱水 但是橙子皮呢 柠檬皮呢 它是可以的 它的苦味呢 乃至于柠檬苦素 而且柠檬酸作为一种有机酸呢 它也是能够吃起到 我们味脸的敏感度 第四点 我们说到这个嗅觉 网上有很多人会推荐大家 几种啊 这种精油 其中有一种就是柠檬精油 柠檬外皮里面 就有丰富的这种柠檬精油 那你来一个新鲜的柠檬啊 用指甲上面轻轻的花一刀 你就可以闻到新鲜的 柠檬的柠檬香味了 你每天可以这样试一试 来吃一下你的嗅觉 第五点呢 就是说这个柠檬里面的苦味呢 刚刚说来自于柠檬苦素 它就有很好的抗炎作用 我们知道大家最近 都会被某种疼痛所控扰 那你不妨就试一些柠檬的苦味吧 第六点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食欲不正啊 而不是说是那种食欲大开的 那柠檬也可以帮到你 你可以用柠檬汁啊 拌拌菜 也可以达到一个开胃身心的作用 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 在家里面藏备一些柠檬 大家有说到一个点吗 就是说 其实柠檬皮呢 它也是一个火力侃侃的宝贝 你泡柠檬呢 对吧 把这个皮呢 洗干净 连皮洗泡 那很多成 有效成分呢 在它皮里面也很多 这里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需要柠檬呢 或者柠檬夹子呢 也可以啊 到特备厨仓 翻找一下 希望今天这期视频 对你有所启发和帮助 我们下期见 拜拜